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了真情却无法在一起 那就记住两个字 作家张爱玲曾说 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 然而 制造更多遗憾的 却偏偏是爱情 是啊 感情就是这样 向来情深 奈何元切 不是所有的怦然心动 都会甜蜜一生 也不是所有的情投意合 都能终成绝数 爱而不得其实是人生常态 穷而无果 亦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 这个世上几乎所有的男女 都有这样一段情感经历 曾经有相爱的人 最后却没有走到一起 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但终究没有相随相伴 尽管内心痛苦过 悲伤过 却始终成为一种深深的遗憾 多年以后 我们才会明白当初的自己 也许不够强的 也许太傻 或许过于迂腐 没有和曾经相爱的人在一起 其实 那都是命中注定的一种结果 不能在一起的 注定不是哪个相爱的人 内心那种遗憾 便烟消云散了 男女之间 入了心 动了情 却又无法在一起 那就记住这两个字 一 看淡 世间一切可以靠努力得到 唯独感情不行 曾经我们以为 有情人只要彼此相爱 就能抵挡所有风域 长相厮守 携手余生 然而 现实往往是 有缘无分的两人 轰轰烈烈烈爱过之后 纵有再多不甘和不舍 也不得不转身立场 各自散去 在这繁俗的生活中 我们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扰 而爱情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有的人把爱情看得太重 就只会在爱而不得的痛苦中沉溺下去 而有的人却懂得及时放手 早些斩断彼此之间的联系 避免让自己沦陷得太深 书里看过这么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合理和美好 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实现 在感情的世界里 分分合合更是格外正常 倘若总是沉迷于回忆中 那就过不好现在 倘若只盯着遗憾 那就看不到未来 人最大的痛苦 就是太执着于过去 而最大的快乐 莫过于将一切看淡 久久忘不了某个人 就是因为把爱情看得太重 总是抱着些微的期待 觉得对方没有拒绝自己 所以这份感情还是有可能的 但实际上 你已经把自己 局限在一个框架里 沉浸在虚构的幻想中 很多时候 太执着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 在感情的世界里 最重要的一个能力 就是拿得起放得下 想开一些 眼前的世界自然会变得开阔 看淡一点 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命运最爱跟人开玩笑 你越是执着于什么人 什么事 反而就越得不到 但当你不再那么在意他时 却发现他又会悄悄降临 能和爱的人携手一声 当然很好 倘若无法在一起 那就让自己慢慢放下 幸福往往就像手中的流伤 你窝得越紧 流逝得就越快 面对没有结果的感情 要懂得事实放手 只有你放下的现在 才能更好地拥抱未来 相爱若不能相守 没有看淡看愿 坦然面对 才不至于让自己丢盔借角 爱得狼狈 就像知否里的原本两情相悦的明兰和小宫叶七恒 因其母百般足了 两人未能如愿结成良远 认清了自己处境的明兰 选择看开看的 避之不戒 不再强烂 后来明兰风光地嫁给了护他周全的顾廷义 以心相夫教子 七恒也取了助他师徒顺利地加成县主 却始终执着过往 为此明兰多次相阙 从前再美好 我们也回不去了 还是向前看吧 七恒这才明白 物是人非 不复从前 人生中 爱情有始无终 留有遗憾 许是尝试 不必纠缠 更不必深陷其中 学会看的 放过自己 那些是是非非 爱恨纠葛 许一件早已化作过眼云叶 诚如艺书所说 失去的东西 即使从来都未曾真正地属于过你 也不必惋惜 凡事看淡 会过得更好 看淡感情 顺其自然 各自安好 看淡得失 腾出心情 精装潜行 看淡过往 风情月老 安然无恙 往后的日子里 愿你我学会随遇而安 随遇而行 过得更加幸福顺遂 二 放下 尘世间浪漫的爱情有很多种 有一见亲心 有日久生情 也有默默陪伴 还有一种是 我爱你 却不得不放下你 放下 是一种成全 也是一种释然 果断放下一段无果的感情 才能得到另外的幸福 还记得电影《罗马驾日》中 高贵的公主安妮 因向往自由和惬意 投留住公馆睡倒在路边 遇见了晚归的穷记者乔 乔很绅士地把他带回了家 历日 乔骑着自行车 带安妮游览罗马 在短短几天的游玩与共患难中 他们对彼此心动了 真情流露 缠绵相拥 可安妮有着公主的使命 她知道国家的责任大于爱情 只能选择隐忍自己的感情 选择离开 乔也知道安妮的身份 喊泪放开了手 他们认真地相爱过 也认真地放下了 没有爱恨蹉跎 也没有纠缠不休 让这段感情 成为了永恒的美好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 是注定只开花不结果的 有些东西 失去是另一种拥有 有些感情 放下才能重生 就像林义堂说的 人要看得开 也要放得下 尤其是感情 根本是无需去纠结其中的对错 因为是没有对错的 生命总有爱而不能的惋惜 走得越远 看得越多 人越成熟 就越能勇敢接受生命里的有些事 就是勉强不得的现实 与其爱然神伤 苦苦挣扎 不如学会坦然放下 把曾经的那份情谊 掩埋在时光深处 回归当下的生活 去追求属于自己真正的爱情 我们这一生啊 人来人往 远距远散 动了真情 却无法在一起的人 爱过 缘已满 错过 情已尽 人这一生 会经历很多不幸福的事情 但是 85%的不幸福 其实大都源于人不懂得及时之损 不懂得认清现实 不懂得知难而退 有时候 你以为你错过的是一个人 其实你错过的是一段人生 那个人曾经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让你忘记可能需要花费一生的时间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去释怀 去打消那个不可能实现的执念 去离开那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 然后把所有的思绪和经历 都用来经营自己的生活 合适的人 不管怎样都会在一起 不合适的人 哪怕还是山梦 都没办法在一起 这是两性关系中发展的规律 我们没办法去改变 所以 既然没办法去改变 倒不如选择去适应 当你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 曾经没办法放下的 如今变得释怀 我们能做的 就是学会看的 懂得放下 深爱的时候不保留 分开的时候不挽留 放下便是解脱 看的便是自在 往后 潜望幸福 不写忧伤 不到惆怅 余生 花开成景 花落成湿 心中无尘 岁月生香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岩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